我怎么没走 小姐 九叔 你怎么了 先别管我了 你爹出事了 什么 昨天我们开车回你家的时候 突然遭到袭击 我就变成这样了 而你爹 我爹怎么了 被人帮走了 什么人 没感情 但好像手腕上刻着青龙 我怀疑 可能是青龙堂的人干的 青龙堂 自古官匪不相拗 你爹被这群杀人不见血的疯子抓住 恐怕是 兴多吉少啊 什么 温大哥 来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 这么晚找我来 有什么事 你先坐下 坐 我还有事要办 假如你没什么事 温大哥 你先坐一下嘛 坐 坐 温大哥 我想问你 上次你在河边对我说 永远都不会骗我 还算话吗 算话 那我问你 你是不是抓了我爹 我求你放了他 不行 我只能答应你 暂时不伤害他 暂时 那以后呢 温大哥 我知道我爹不是什么好人 可是不管怎样 他都是生我养我的亲爹 我不能就这样看着他出事 我求求你温大哥 放了他好不好 你就当是为了我 丫头 大人的事情你别管 我已经不是一个小丫头了 你干什么 只要你放了我爹 今晚我就是你的 你不要我 一个好女孩 不应该在男人面前脱衣服 你不喜欢我 丫头 我的年纪都可以做你爹了 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你明白吗 为什么 是因为我不够漂亮吗 你不懂 我们之间真的不行 你骗我 你骗我 我没有骗你 你有喜欢的人了 对吧 温良玉 你骗我 我会让你后悔的 我会让你后悔的 你开始那是 你骗我 我没有看到你 你对我 对我 那是你骗我 你在哪里 我 我就骗你 pasar 你骗我 你帮我劝劝她 她毕竟还是个小女孩 我相信很快就会过去的 过不去的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我会帮你安慰她的 谢谢 这世上的感情 哪能说过去就过去 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 这画满楼里 就没有锁不住的寂寞 和苦苦等待的离开心 我还没有锁了 不安 我恨他 我恨他 语言 凡事不可操之过急 只要你听九叔的 九叔一定会有办法 温大哥 再睡会儿吧 这些日子你太累了 我刚才睡觉的时候 做了一个好梦 我梦见我们电影公司 进展得很顺利 拍的电影 很卖座 诗豪 在冲我笑呢 你会美梦成真的 你会美梦 你会美梦 我 我还会 你会美梦 我 让你也不愧 你会美梦 你会美梦 我还要美梦 他 让你美梦 你不愧 我都不愧 我都不愧 我就叫人把他放了 方天宇成了这样 我想是因为 他小时候受了刺激 他不过也是 得了跟我一样的杀病吧 温大哥 有你在我身边 我总觉得很安心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一直在 我们叫一辆黄包车吧 这么晚了哪有黄包车啊 你看 那儿不挺力量吗 可是没有车夫啊 我不就是你的车夫 温大哥 我不要你拉车 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事情 你想 不要剥夺我的快乐 好吗 走了啊 等等 怎么了 队子 暖和心了吗 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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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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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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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